每天我們有大半的時間都待在屋子裡 但是建築物卻是消耗能源的大戶 為了省能 省錢 德國人用科技 用巧思 從內到外打造低耗能生活 10月28日星期晚間10點 公示我們的島將播出 能源時代 德國節能向前衝 再次回到島嶺的大戶 吻得了火紅 寫火紅 海鵬 炒火紅 水 水